1918年西班牙流感全球大爆发 那个时候医疗条件还不发达 严重程度应该是超过2019新冠肺炎的 当时全球大约有5亿人被感染 欧洲报道称一个星期就有2200多人死亡 席勒 Agon Xile和他的妻子就死于这场瘟疫之中 此前刚刚得知自己妻子Edis怀孕的时候 席勒就创作了这幅妻子和胎中孩子的自画像The Family 可惜妻子在怀孕六个月时不幸因流感去世 而三天之后席勒自己也死于流感 随之而去 这些作品也就成了28岁的席勒最后的创作 虽然英年早逝 但席勒一直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也同样激发了随后的一些艺术流派 那什么是表现主义呢 从古典学院派绘画的写实风格 再到印象派主张记录自己眼睛里看到的真实世界 这一切都还是在描绘客观 而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则抛弃客观 用画面表达画家的主观感受和强烈的情感 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 我猜你一定听说过 比如梵高 Vancent Van Gogh 盟客 Edward Monk 看一下他们的代表作就知道 这些作品大多忽略写实 注重表达内心的感受与情感 当然席勒绘画的风格特点远不止如此 不如我们一同来仔细欣赏一下 它的特别之处 1890年 席勒生于奥地利 当时呢还是奥匈帝国 不过已经是处于濒临衰败的边缘 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年代 再加上14岁父亲就死于病毒感染 这导致了他日后偏英语的绘画风格 因为绘画天赋 席勒16岁就被推荐到 维也纳当代艺术学院 学习素描和油画 同年呢 希特勒也报考了该学校 却被拒绝录取 最终就酿成了大祸 说到席勒的老师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也是大名鼎鼎 他最出名的作品 The Kiss在奥地利被奉为国宝 另外一幅阿代尔布洛赫鲍尔的肖像一号 常常被称为奥地利的蒙娜丽莎 2006年这幅画被拍卖 成交金额高达1.35亿美金 席勒在线条和构图上 完美继承了克里姆特优雅的装饰手法 他创作过很多几具个人风格的自画像 与同样爱画自画像的伦布朗和梵高就太不一样了 席勒对自己的描绘 大多有着扭曲的五官和空洞的眼神 以及极具暗示意味的线条和色彩 对线条的运用 是他绘画风格中最大的特点 提到席勒呢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神经质般的线条勾勒 再加上使用对比强烈的色彩 这都是典型表现主义绘画手法 是画家主观情感的强烈体现 而橙红色是席勒使用最多 最有他个人代表性的色彩 被认为是他绘画中情感和生命力的象征 和其他画家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呢 是席勒的画面中会有大量的留白 他并不会用色彩将整个画布填满 这是之前画家都从来没有过的处理手法 当然席勒还有不断为他在艺术史上 制造画题的情色绘画 在他的画里 有大量描绘人体和性欲的主题内容 席勒画过很多女性人物 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位叫做Wally的女子 原本是克里姆特的模特 也可能是亲人 当年相识的时候呢 席勒23岁 Wally18岁 其中的一幅肖像画 Potrait of Wally 最为出名 1917年呢 Wally不幸死于心红热 席勒收到他的死讯之后 悲痛一绝 把曾经创作的一幅画呢 改名为著名的死神与少女来纪念失去的他 对于女性身体直接暴露的描绘 让席勒在当时保守的社会里 受到了很大的非议和攻击 他曾经让房东14岁的女儿 给自己当裸体模特 结果被送上法庭 判刑坐牢 1915年 席勒婚后三天就被军队征召 不过呢是在战俘营看管战犯 他也会给战俘画一些肖像 这段时间 席勒创作了很多 以红黄之类的暖色为主 加上小面积补色作为对比的绘画 看似不搭的颜色撞在一起 把视觉冲击和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其中有一幅 Two Girls Lying in Twinned 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席勒生前被归类为情色画家 人们以臭名昭著来形容他 不过去世之后呢 又被捧为直逼灵魂的伟大艺术家 无论怎样 他用棱角分明的线条 勾勒人体的手法和艺术造诣呢 无人能及 其实席勒并不只擅长画赤身裸体的女性 她的风景画也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苏富比拍卖行2011年6月22日 以3982万元 成交了一张席勒1914年创作的风景油画 价格超越了他之前所有的人物肖像画 如果你想看到席勒更多生动和惊艳的作品 你可以去奥地利维尔纳里奥波德美术馆 那里藏着全世界最多的喜乐作品 谢谢观看 希望本期关于人文艺术内容 可以让你对世界的感受多一点细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点赞转发支持我们 也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潜值关注我们 在微博点赞留言转发 我们一周内会抽奖送出Testin出版社印刷的进口喜乐画册一本 拜拜